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我是Chris 今天這段影片打算回答某些觀眾的問題 我看到某些觀眾問的問題都是跟這個頻道有關係 我想其他沒有問這些問題的觀眾說不定都想知道 所以我就拍這段影片 也看到有不少新的成員加入這個頻道,加入這個大家庭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第一條問題,我看到不少觀眾都問我 其實看到我以前除了拍單車影片之外 還有拍其他類型的影片 之後會不會拍其他類型的影片? 其實我是會的,不過那類型的影片就不再在這個頻道出現 就會在另外一個頻道 那我就有另外一個頻道的 其他類型的影片都會在另外一個頻道更新的 所以如果對我其他類型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另外一個頻道那裏看看支持一下 不過另外一個頻道的更新頻率就不像這個單車頻道 不像這個頻道那麼頻密的 因為都真的會體力透支 如果兩個頻道都是 另外一個頻道定期都會更新一下 不過沒有這個頻道那麼密 跟著的問題就是跟試車有關的 有些觀眾可能是剛剛新加入這個頻道 然後看到我有一個試車的系列 都可能會想借車給我試一下 但是不知道有些什麼方法可以聯絡到我 又或者借到車給我 其實那個方法就很簡單 就是直接IG那裏找我就可以了 那跟我寫一句Hello 我想借車給你 其實就OK的了 那借車和橫車的地點 都是一樣的 都是窗運中心 附近那裏借車和橫車的 所以如果住得遠的你的話 可能都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真的帶一輛車過來 對啦 那還有 可能有些觀眾正在看這一段影片 就心想 啊我之前說借車給你 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了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借過我的車 是不是已經忘記了我了 那就不是的 每一個說借車給我的人 其實我都會記錄下的 但是在一月份的時候 實在是有太多人說借車給我 有十幾個人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沒試完 而且我借車就 例如說 如果有五個人找我的 一二三四五 他們全部的車都是Dryon 那我沒有理由連續五輛車 都是試Dryon 那我自己都會覺得悶 觀眾也會看得很悶 哇又是Dryon 不是啊 下一輛可不可以其他品牌 第三輛Dryon 第四輛Dryon 又或者是 如果看到有一輛 有一個師兄 可能想借這輛車給我 嘩他那輛車 剛剛上個月 伸出沒多久 全球限量 只有十輛 那我當然先試了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會不跟次序 但是 一試完那輛車 就會回復正常優先 試了最頭的那一批 這樣 所以真的有機會等太久的關係 如果真的想借這輛車給我 就等的時候 就不用說 日日在這裡 啊什麼時候借我 什麼時候借我 那輛車到我了 到我了 就不需要這樣 大家 大家 隨心就可以了 有需要的時候 說不定我 某一天 就自然會去聯絡你 我想借你的車 可不可以啊 就算突然之間真的太久的 不想借這輛車給我 都沒有問題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就 大家 隨心就可以了 佛系 佛系 隨心 緣分都 自然會到 今天這段影片都差不多 來到這裡了 那無論是這個頻道 還是另外一個 第二頻道 都 多謝大家支持 最後 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 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一下我喜歡 和分享出去 還未按小鈴鐺的話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想再養我這個 Chris兒童的話 就可以play me 又或者加入會員 對 多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多謝大家 好